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会集体从这边山上迁徙到溪流边来产卵 那平常的时候呢 他们是住在森林底层底下的落叶堆里面 10月份繁殖季节的时候呢 他们会这样集体过马路 那以往没有开这条路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可以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到底下 那因为我们人类在这边活动的开发 他们在过马路的时间 刚好跟我们人类大概帮稳下班的时间呢 是重叠的 跳在路上其实我们车子开的速度 快一点的话是看不到它的 那就很容易 被车子就这样撵过去造成了路沙 车来了车来了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像刚刚很多的车子 车来之前呢 在看到它的时候呢 赶快拿了手电筒地上 路密赶快扫一扫 灯光照一照 有没有青蛙海 也就在地面上 要赶快帮它过去 然后或者是说 如果它不跳过去的话 我们把它拉过去 我们就是要尽量让它减少路沙 荒野协会对自然维护的努力 呼吁着更多人 重视环境的友善对待 淡水过去是北台湾贸易 进出的重要港口 只是许多到当地观光的人 可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 在淡水捷运站附近 有一个百年的古迹 壳牌仓库 见证了当时贸易的新盛 淡水过去是台湾 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港口 如今渐渐成为 民众观光的休闲景点 位于捷运站旁 有一个超过百年的历史古迹 那就是淡水壳牌仓库 他们要做石油的出口用的 所以就盖了很多的 就加了加盖养间的仓库 然后就盖了那个 盖了三座的油槽 来出存油用 出存油用之后 然后就在这边做分装 然后就销到我们的台湾的整个的泉水 淡谷基的保存也并非一帆风盛 壳牌仓库于1997年时 因政府计划修建快速道路 面临了被拆除的危机 快速道路就会经过这个 可白仓库这边 不只是破坏这边的建筑物 而且那个整个的红树林的生态 也都都找找会受延传 那时候我们这边的地方的 这个环保人士 还有土地维护者 还有工作 这个利益调查工作者 他就串联整个台湾的一些 环保团体就来制作这一件事 经过许多人的保护与努力 现在才能看到保存良好的历史建筑 以及天然的生态环境 为民众提供了认识在地文化的好地方 感谢观看